忠实传递价值 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 这里是喜马讲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一本书是 逝去的武林 想必很多人看过王家卫的电影《一代宗师》 电影里 行一拳 八卦 太极各展所长 打斗戏精彩绝伦 而打斗戏之外 还有这么一段情节 擅长行一拳的马三随着师傅南下 动手打了南方的武人 师傅叫他立刻滚回北方 马三只好回去 后来 马三因为做了官 投靠了日本人 被师傅逐出师门 从而发生了一段江湖仇恨 马三为何被赶出师门 电影没有明确交代 但今天要讲的逝去的武林这本书 可以为你答疑解惑 或许你不知道 这本书的整理者 正是电影《一代宗师》的编剧徐浩峰 作为武侠电影导演和编剧 2013年 徐浩峰凭借一代宗师 获得金像奖最佳编剧奖 2015年 自编自导的武侠片《师傅》 入围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 事实上 在这两部电影里 有相当一部分情节 取自逝去的武林书本里的内容 本书的口述者 是徐浩峰的二老爷 李仲轩 他曾于上世纪三十年代 先后失从于近代武术史上的三位 行义全名家 李仲轩成名后 被武林尊称为二先生 34岁 他自武林退隐 2000年左右 在《武魂》杂志上发表了系列文章 为中国传统武术 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和权利 在中外武术界 引起了巨大反响 这些文章最后集结成册 便是本书的内容 在《逝去的武林》这本书中 李仲轩讲述了民国时期 以行义权为代表的 北方武林和民间武术 民国时期被称为 中国武术的黄金时代 这是因为自晚清以来 天下纷乱 外敌入侵 习武禁令形同虚设 开武馆收徒弟 称为一时封上 这期间高手大师辈出 精彩分成 本书从清末民初的 行义权大师李存毅讲起 李存毅是李仲轩的师祖 开过标局武馆 曾在两江总督刘坤一帐下 教士兵练武 八国联军进军北京时 他参加义和团 率领弟子在天津火车站 杀死了俄国兵 1912年 李存毅在冯国章的资助下 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大型民间武术团体 中华武术会 此后武术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 1927年 国民政府专程在南京 设立了国术研究馆 期望能够强种强国 次年更名为中央国术馆 国术也就是武术 取保家卫国之意 天津市北方的武术中心 拥有23家分馆 名气最大的就是李存毅创立的中华武术会 李存毅有三位德义高卒 分别是唐维璐 尚云祥 薛滇 李仲轩少年时期 拜的第一个师父就是唐维璐 唐维璐是天津宁河人 绰号唐小猴 擅长翻墙跃脊 有夜行三四百里的角力 从天津到北平一百多公里 据说唐维璐可以一晚上走完 李仲轩因为练武和父亲反目 从天津出走 唐维璐觉得是自己害的 就介绍他向名气更大的同门师兄 尚云祥学武 尚云祥 山东人 因为有脚裂砖石的功夫 江湖人称铁脚佛 他曾受聘于西北军传授刀法 1933年取得洗风口大捷的宋哲园的大刀队 和他有密切的关系 后来通过两位师父的推荐 李仲轩又拜在薛滇门下 薛滇在武术界名声吉祥 是天津国术馆馆长 看过他的人 都说他的身法快似鬼魅 抗日战争时 民族危机深重 薛滇自创立一门新式拳法 象形术 传于外人 正因为李仲轩 失从李存毅的三位高卒 所以他被称为 中华武学最后一个高峰期的 最后一位见证者 李仲轩用他的亲身经历 回忆了以刑义权宗师为代表的 多位著名武林人士 通过他们的一言一行 勾勒出了民国的武林生态 以及背后的武林精神 下面我着重从行义权的特点 武林规矩和隐藏在规矩中的传统精神三个方面 为你具体解读本书的主要内容 先讲行义权的特点 行义权和太极八卦 并称为三大内加权 2011年被国务院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民国时期 行义权是北方最有代表性的权种 他的创始年代极其源流 众说纷纭 有说是达摩老祖所创 也有说是岳飞所创 还有说是清朝初期 山西人鸡济可所创 传说 鸡济可在钟南山访得名师 得到了岳飞权谱 在此基础上创出六合权法 称为行义权的始祖 行义权的门徒主要活跃于山西河北一带 后来随着行义权的发展 有了很多分支 李存毅这一支由众腿弓 腿弓是战装站出来的 李仲轩讲 战装的要点是学虫子 既要耐得住 就像冬天里虫子钻进地里死了一般 也要有生机 如虫子复苏般萌动 比如唐维路战装 就是要时常浑身轻微地抖一抖 而靴颠的装弓 站的时候小肚子要很慢很沉地鼓出 再很慢很沉地缩回来 从而带动全身 总之 装法是活动的 不是进攻 而是慢练 行义权中站装的功夫 最为出名的要属浑圆装 浑圆装的要点是要用眼神站装 两眼要往上瞟 就像人爬上山顶 累得疲惫不堪 但目光一远眺就会很轻松 浑圆装就是这个原理 薛颠认为 站装达到一定成就 有两个标准 一个是一站两小时 另一个是 手搭在骑胸高的杆子上 姿势不变 不用较劲 两脚就能离地 行义权的腿弓 也是走出来的 按照书中的解释 行义权中的行 也被理解为行走的行 早晨起来 先要走实力路 走的时候 两手背后 边走边活动脊椎 行义最基本的拳法是 五行拳 分为 劈拳 崩拳 钻拳 炮拳和横拳 它是以中国传统 五行学说来命名的拳术 这里主要说下横拳 因为横拳被称为五行拳权母 横拳对应的属性为土 五行中 土被赋予了特殊地位 因为土能够生育万物 同理 横拳能演化出 劈 崩 钻 炮 等拳法 所以横拳是最难练的 如果你对五行拳感兴趣 在电影《一代宗师》里 茶楼上 叶问向北方功夫挑战 遇到的第二个对手 名为先生锐 这位先生锐 就表演了整套五行拳法 行翼的身法有十二种 称为十二形 是取十二种动物的动作特点 编排而成 既是精巧的攻防技巧 又是练身的好方法 十二形分别为 龙 虎 猴 马 蛇 熊等 李仲轩说 他打横拳的身法是蛇形 他说自己有一次与人释手 一下子就把人打出去了 用的就是横拳蛇形这一招 薛颠最善猴形 练拳时处处像猴子一样蹲着 蹲身先练了膝盖 一站直就能扬身袭击 速度很快 据说薛颠比武时 照面一晃 比武之人就看不住他了 主要是眼睛里看不清他的步法 找不到攻击他的角度 行翼拳除了象形 还有讲义的要求 这就导致行翼拳的练法 有很多讲究 比如练拳要找辽远宽阔的地方来练 去借景生发广大之心的意境 待到心胸开了 任何弹丸之地都可以练拳 再比如刚开始练的时候 不管白天还是夜晚 一定要对着东方练 这是死规矩 因为太阳从东方升起 预示着生机勃勃 李仲轩把一笔作画家随手画画 构图笔墨不是刻意安排 而是平心而动 是先于形象 先于想象的 如下雨前 迎风而来的潮气 自有非有 很像武侠小说中常说的 手中无剑 心中有剑 在本书中 李仲轩通过和尚云祥的交谈 比较了形翼拳和太极八卦的区别 太极想摸鱼 手伸到水里 慢慢而移 用手去听鱼的方位 一旦确认 用股寸劲去抓住它 八卦如同碾墨 除了向前推的劲道之外 还有股向下的碾劲 两股劲随时转化 形翼拳向水中捉虾 轻出重收 出手的时候很轻快 收手的时候要带着劲回来 上面我们讲了形翼拳的基本含义和招数 看起来它是有实战价值的 但为什么现在我们觉得它更像是一种表演呢 李仲轩说 这是因为形翼拳有演法 练法和用法之分 演法就是武术表演 是一种套路 和实战能力没有关系 练法是需要师傅传授的真功夫 不是具体的招数 而是控制身体 使用巧劲的方法 比如一般人拿刀劈砍 挥舞几分钟就会尖酸受痛 但掌握了形翼拳 运用关节和弹性的技巧 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在练法的基础上 衍生出了用法 也就是实战中的具体表现 形翼拳的用法是根据自身特点 根据五行拳十二行 随意发挥顺手就行了 肩膀臀部或者胯部都能打人 事实上 形翼拳的一些武术家 并没有把十二行都学会 书中有一个精巧的比喻 掌握了练法就具备了功夫 相当于人有了财产 实战中的用法就像是会投资 需要因时因地 李仲轩说 民国武林的鼎盛时代 高手进入军队 判断高下的标准就是实战 没有实战能力 军阀是不会要的 通过上面的讲解应该明白了 形翼拳的核心宗旨是 相形取义 既要练武也要练神练器 像禅宗一般 要学会悟 悟了就能得心应手 拳有心法 所以形翼拳又有全禅合一的说法 这也导致李存毅这一派 主要拜达摩 其次拜岳飞 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二个方面 李仲轩口中真实的武林规矩 第一 武林世界众门派 看过金庸小说的都知道 江湖是讲门派的 少林武当空同昆仑 在真实的武林世界中也是这样 在武人心目中 门派观念很重要 书中讲到 薛颠刚当上天津国术馆馆长的时候 有几个门派长辈不服 想找薛颠比武 但薛颠如果出手 谁胜谁负 都可能会引来无数的挑战和麻烦 这时同门师兄弟就会站出来维护 唐维璐就先找到对方说 薛颠的武功高我好几倍 如果你打不过我 那肯定也打不赢他 为了显露气势 唐维璐故意穿拖鞋比武 一招就分出了胜负 在同门这个共同利益圈里 师兄弟是必须要守住这份门派尊严的 对行义门来说 馆长薛颠是门派的面子 唐维璐就是门派的李子 在武林中 面子不能落一点灰尘 如果江湖上沾了血出了事 得李子兜着 第二 门派中重尊卑秩序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辈分 中国的传统技艺 无论是武术还是相声 戏曲是最讲究辈分的 像李仲轩一生没有收徒 就是因为他和师父上云祥有约在先 当年唐维璐介绍19岁的李仲轩 拜师上云祥时 他的年纪比上云祥的徒孙还小 尚云祥觉得他打乱了辈分 要他发誓 一辈子不收徒 意思就是辈分要乱的话 也只能乱他这一辈 在行义门还有个规矩 徒弟学成之后 在没有师父允许的情况下 只能以代识传译的名义教徒 另外 学武之后就不能做官 因为一旦进入官场 就可能以全欺压武行同辈 坏了门派的名声 像李仲轩出身名门 他的父系和母系 均为京津地区的官换大家族 祖辈曾参与过鸦片战争 武序变法 抵抗过八国联军 其中两人为国捐躯 但他因遵守 武林人士不能有官场身份的门规 便放弃了做官机会 电影《一带宗师》里 马三之所以被逐出师门 因为他投靠日本人 并做了官 坏了门规 当然就不能继续待在行义门之内 所以武林规矩不能坏 否则就要被赶出师门 本书讲了师父将徒弟逐出师门的两个故事 一个是 有个徒弟趁唐维露不被时搞偷袭 在被轻易制服以后 他很高兴 觉得释出了师父的真功夫 从此以后 唐维露不再教他功夫 便将他逐出师门了 觉得这人抱着刺探心理 不可靠 另一个是徒弟杀死了自己的儿子 唐维露觉得违背骑马的人伦和道德 和他断绝了关系 当然这些武林规矩 除了维护本门利益之外 也有师父现实的顾虑 怕出现教会徒弟 饿死师父的情况 也就是说 师父把所有本领都交给徒弟的话 那么师父就没活干了 因而选徒弟必须慎重 他们要懂得孝顺 懂得感恩 门派制定这么多规矩 也是为了方便师父甄别弟子 因为师父一旦选定清传弟子 就会倾囊相授 否则每一辈都留己手 这个门派就会越来越差 唐维露向李仲轩传授的 除了拳法 还有内功道法和治疗外伤的医术药方 李仲轩到外地见同门师兄 只要拿出唐维露的独门膏药 就知道他继承了师父的全部一波 社会中常说 师徒如父子 在李仲轩看来 这句话是在说 师父对徒弟生命的参与成分很大 造成了徒弟对师父的依恋 武林中 师父承认徒弟通常会说 我的东西你身上有了 背后的意思就是 你可以在江湖上代表我了 事实上 民国武人在比武没有把握时 都会隐瞒自己的师承 生怕损害师父名誉 这和今天很多练武人 把师父作为社交名片的方式 有很大不同 那怎么拜师呢 李仲轩回忆 行义门规矩大 拜师要有引荐师 他的引荐师是个开茶馆的老板 和唐维璐关系好 拜师时 供桌上放着李存毅 和李存毅师父刘其兰的名号 还从街上买来达摩祖师的画像 一一磕了头 后来李仲轩去拜师削颠时 唐维璐告诉他 你就给他磕一个头 在武林规矩里 磕三个头已经是大理了 而磕一个头比磕三个还大 因为三个头是用脑门磕的 而一个头是用脑顶磕的 杀人不过头点地 这句俗语中的头点地 就是指用脑顶磕头 磕的代响 这是武林里最重的礼节 拜师还有一个原则 就是不轻易接受代艺头师 因为之前的功夫很难改掉 也怕来拜师的人是帮从前的师父报仇 从而招来麻烦 第三 各门派之间也有相应的比武规矩 武人见面 为了成名难免有较量的冲动 一旦比武意味着你不得不拿掉别人的名声 来成全自己 同样 要想保持名声 遇到有人上门公开挑战 武人必须得接 按照武林规矩 低辈分不能向高辈分人挑战 特犯忌讳 但同辈分之间可以 李仲萱的师父薛颠早年的时候 和师兄傅昌蓉 在一座两层的九楼比武 比武中 傅昌蓉用一记回身掌 把薛颠从二楼打了下去 败了的薛颠从此销声匿迹 直到李仲义去世才重新出山 自称在五台山 跟着一位虚无上人凌空长老学武 学会了行义拳中的全部十二行 重出武林后 薛颠变得支出打理 待人客气 在一次武林人士的集会上 他摆了一张长板凳 用猴形穿梭在板凳之间 整个过程 他的身体轻快 没有人能看清他的动作 惊呆了众人 所有人觉得他的功夫有了质的提升 表演完后 薛颠就公开宣布向傅昌蓉挑战 这种公开挑战 傅昌蓉必须得接 否则便损了名声 但傅昌蓉的朋友 看出了薛颠要以命相搏 便找人将傅昌蓉看住了 去北京请尚云祥出面 在尚云祥的劝说下 两人被劝开了 结束了一场纷争 除了比武 武人们还可以相互切磋 武林行话叫串东西 私下见面 彼此问一句 最近有没有什么新东西 新体物 关系好的师兄弟 还可以派弟子去串 还有一种方式叫搭手 武术家相互一搭手 往往心里就有了底 如果觉得自己比不过 赶紧说上一句晚了 这就表示自己输了一筹 有一次薛颠一搭人手 就告诉别人 你晚了 别人还没反应过来 薛颠再搭 明确地加了一点力量 别人感受到了 忙说晚了 是晚了 这种较量的方式 可以避免无谓的伤亡 我们总结下第二部分的内容 在真实的武林规矩里 同门利益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事关门派荣誉和尊严 门派内部秩序的核心是辈分 辈分主要是通过师徒关系来呈现的 师父选择徒弟极为严格 有各种规矩 就是为了选出好的弟子 传承本门功夫 门派之间会通过比武来争夺名望 以求在江湖立足 交情好的武人之间 也会通过串东西搭手来和平切磋 最后我们来说第三部分 隐藏在武林规矩中的传统精神 中国人历来信奉 忠义理智信 武林人士亦是如此 这就是大家常听见的 练武人要讲武德 这本书提到 武德首先是孝 要孝顺父母 一个人连父母都不孝顺 自然也不会孝顺老师 练武的人每日要以忠义理智信 来要求自己 一个人有了这种内在的修养 心思就会清爽 悟性就高了 老师选徒弟 主要就是看他的气质 是不是清爽 如果一个人眼光里没有慈悲 只会凶巴巴瞪人 是不会被收作徒弟的 这就很像礼记里讲的修身 像唐维璐一辈子只是一个农夫 根本看不出来他身怀绝技 他教育李仲轩 人的勇气和本领 是来报效国家 面对私人恩怨 得摆出窝囊样子 不要卷入人我是非 就是在这些传统文化的熏陶下 本书中提到的几位武人 往往能表现出很高的修养 和通透的见识 比如李仲轩说 行义权中有个理论 世上永远是强者影响弱者 弱者在模仿强者 在武术中 强就是指要有自己的节奏 并且用自己的节奏去影响对方 说完修身 就是齐家 对门派里的习武之人来说 齐家就是要管理好自己的徒弟 在行义权的教学里 师父会先教徒弟基本的口学和套路 然后就是观察徒弟的练习 揣摩他的性格 等待引导他的最好时机 在李仲轩看来 教权不是用讲的 而是刺激出来的 徒弟经过大量练习 遇到关键门槛过不去时 师父一句话刺激到他 就会突然达到新境界 这也很像禅宗里说的顿悟 所谓当头棒喝 也不是师父瞎打 而是要找准时机 除了修身齐家 练武人自然还有平天下的宏愿 特别是在清末民初 民族危机深重的背景下 强国强种成了许多练武之人的口号 他们主张用练武来强国 把普及武术作为爱国的头等大使 当时为了保家卫国 民国武林的很多武术家 会去军队担任武术教席 比如李存毅就编写过一本刺杀手册 方便教官训练军人拼刺刀 前面提到的尚云祥 在宋哲元部队传授刀法 抗日战争时期 薛滇担心手把手交图速度太慢 便写了一本《象形拳法真拳》 自创了象形术 只要练过形意拳的人看过本书 往往功夫会有较快的提升 回顾这部分的内容 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 在武林规矩背后 隐藏着很多中国的传统精神和理念 比如忠义理智信 再比如修身齐家平天下 在这些理念的影响下 武术家们重面子 讲个人修养 谈国父民强 一方面 他们认为 练武先要练武德 从而保证武人的人品 既能维持门派内部的秩序 也能弘扬本门的功夫 另一方面 他们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 希望依靠武艺保家卫国 可以说 中国武术不仅仅是一种格斗技能 还是一种兼具如是道的精神文化 提倡刚柔兼技 内外兼修 介绍完行义权的特点 武林规矩和隐藏在武林规矩背后传统精神之外 我们再说说本书口述者李仲轩及其三位师傅的后事 先是1937年 曾被清朝大内总管李连英 聘请护院的尚云祥离世 享年73岁 1944年 唐卫禄也因病离世 结束了贫困的一生 享年76岁 一年后 李仲轩在天津最后一次见到薛滇 他在薛滇那里练力天舞 薛滇看了后没指点说 走跟我吃饭去 吃饭时对李仲轩说 我的东西你有了 此后两人在位见面 1949年 34岁的李仲轩退隐江湖 到北京找了一个会计师的工作 遵守对尚云祥的诺言一生未收徒弟 1953年 薛滇因被指认为权霸未能善终 2004年 李仲轩也离开人世 享年89岁 生前他一直在北京西单一家电器行 以首页刊门为生 从本书中回顾这群武人的经历 我们可以发现 武林逐渐示威的过程 首先 民国时代随着火车兴起 负责长途运输的标局行业开始没落 学武的人没有了经济基础 很多人不愿再学武 其次 现代枪械的普及 进一步压缩了武术的生存空间 因为最高强的拳法也挡不了乱枪扫射 到武馆学习武术的人越来越少 最后 随着国内战争的平息 国家走向稳定 很多武馆也随之倒闭 武术也就不可避免地卸下了光环 逐渐变成了一种研法 一种体育项目 或许这就是本书要取名为 逝去的武林的原因 当我们合上这本书 回头来看武林 不难发现 所谓武林以武为本 按规矩行事 讲究的是师徒辈分 同门情义 忌讳的是背信弃义 这也是逝去的武林 反复想强调的东西 当然这本书是口述历史 李仲轩的回忆 难免有过于神奇的地方 比如书中讲 某某高手可以追上火车 某某高手不用手不用脚 只是走上一圈 周边的徒弟都被撂倒了 凡此种种 我们不做深究 全把它当作了解 中国传统文化 和尚武精神的一个窗口 好 市区的武林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见